中国武术海外传播的历史呢 我们可以追溯至汉唐时期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 各国不同的武技就曾经通过战争 贸易和皇室公主外嫁等方式 产生过交流与碰撞 很多在那一时期出土的文物 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 曾经绚烂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 后来随着淘金热 夏南洋等历史事件的发生 来自中国南方 特别是广东福建等沿海一带的民众 飘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 也使得以南权为主的武术 得以在更大范围进行了传播和交流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武术的海外传播 已经不再是为了生存而被动地进行传播了 而是逐渐发展成为 主动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中国武术的独特魅力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武术 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中国武术能够走向世界 除了电影媒介的助推作用以外 更离不开官方与民间的武术传播实践活动 所谓官方武术传播活动是指由国家 政府武术管理部门以及各专业院校组织实施的武术表演 教学培训指导交流等相关活动 这一类活动呢 多为高规格高水平的武术传播活动 往往都会取得十分轰动的效果 就像1974年 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 就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历史时刻 为了还原这段历史 了解这次活动对武术传播的影响 我曾经访谈过参与这次活动的部分表演者 当年的观众和带队的官员 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们 对这次演出活动至今还记忆犹新 他们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 依然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 许多现在在美国从事武术传播的武术人 就是观看了当年的武术表演以后 走上习武之路的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人有了更多走出国门 看世界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专业武术团体 在世界各地展演精湛的武术技艺 2011年8月 由中国武术协会 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共同举办的中国武术专场演出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隆重举行 这场以和平友谊健康为主题的武术表演 博得了全场146次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很多观众表示 这场精彩绝伦的武术表演令人难以忘怀 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提及民间武术传播活动 我想我们一定不能忽视 华人移民这个群体 有专家研究认为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有过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 在移民潮中走出国门的人群当中 也不乏身怀无意的武术人 我曾经把这些武术移民进行分类 他们当中主要包括 以教授传统功夫为主的 来自广东 香港和福建等地的早期移民 也有以教授现代竞技武术为主的 来自国内各省市专业队 大专院校的专业武术人才 还有教授少林 武当等武术门派的 佛门弟子或者武当传人 此外呢 还有一些武术爱好者 他们习武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健身和结交朋友 纪录片《武林外传》 就是一档介绍海外华人移民 如何在海外传播推广武术的 即时节目 裴慷恺老师是 较早移民美国的华裔武术人 1988年6月 他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注册了美国武术学院 开启了他的武术传播之路 也让武术一词在美国有了一席之地 简奇老师也是美籍华人 他呢 有一家公司叫做胡爪公司 他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凭着对武术的执着与热爱 1992年 他在美国硅谷所在地 《圣河赛》创办了《功夫太极》这本杂志 并且通过举办各种武术赛事和相关活动 来宣传推广中国武术 薛清福老师曾经是北京武术队的优秀运动员 他退役之后呢 又曾执教北京武术队 2000年的时候 他移民到了新加坡 在他的努力之下 武术走进了新加坡的学校教育 由他执教的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 在新加坡国家武术赛事中成绩十分的突出 2013年 他又在新加坡注册了自己的武术学校 武术园 更大范围地在新加坡传播推广中国武术 官方的武术传播活动 以及影视媒介的影响 对武术的传播 都可以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 但这样的传播推广方式呢 往往只是短期的效应 很难持久 而长期在海外生活的 具有武术特长的高素质移民群体 才是传播中国武术的主力军 他们在当地开办武术管校 既能够满足自身 在异国他乡生存的需要 同时也为中国武术在海外的传播发展 提供了一个可以落地的实践空间 不仅可以让人们亲身感受 武术带给他们的健康与快乐 更是成为了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我们下来的一扇窗 我们下来的一扇窗 我们下来的一扇窗